我们就直接来看 你知道我们这边直接写大麻门 不是这一切都从林涛事件开始的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国民党的副发言人康静瑜 他针对当时在7月份 7月份蓝绿白都有代表 到美国参加共和党的官选团 就传出了林涛回来之后 三个小时 三个星期之后 这个消息才曝光 说绿营指控 那整个过程当中 他标骂外交官 说什么不满外交人员 偏心偏袒执政党 还有购物时间不够等等 这个部分 那林涛在第一时间 已经有清楚的说明了 但是今天又被挖出来的 更多的内幕 包括了像国民党说 不是国民党要求逛街 而这是外交部安排 表定自由参访行程 我们不愿意与民党代表团 一同出席餐序 是因为这场餐序邀约 牵涉一位大麻供应商 而且他还疑似涉入儿童性虐待 好那这名业者 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有谈到 就是查尔斯吴嘛 他所经营的一家大麻公司里面 除了种植大麻之外 他有很多衍生性的大麻商品 好而且呢 这个公司呢 又与植物性大麻 包括了这个什么种植 提取加工等等 相关的智慧财产权 那事实上呢 这名吴先生 他在2019年 自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坦诚他被前期指控 儿童性虐待 导致他的监护权搁置 好那这么有争议性的一号人物呢 那么当然这个民进党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进党也有反击 好那么首先呢 他说这个大麻在当地经营合法事业 而且团员也不是那么清楚对方的背景 对方也没有提过自己的事业 都在谈台美关系 对方确实为了他们找来许多的美国政要 介绍给大家认识 民进党团员去的目的 是因为这些政要 不是为了这位设宴者 所以要滚打 不要转移 林涛事件的焦点 胡乱泼脏水 好但确实他见的是一位大麻商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我就问嘛 凤鑫姐 为什么要见大麻商啊 是要推动什么大麻外交吗 虽然我同意说 这是从林涛事件延伸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两段 还是要把它给厘清楚 第一个就是 到底是谁脱离了外交部安排的行程 这个应该很容易证明嘛 就是你只要拿出外交部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 外交部事先那个行程 一定都有行程表 而且都是白纸黑字 你只要把白纸黑字列出来 是谁脱离外交部原本安排的行程 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如果说原本的行程里头 其实就是国民党啦 他们所走的这个行程的话 那就有什么说 为了要去逛街 所以硬邀这个代表处 然后改变行程这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国民党还真的 改变行程要去逛街的话 那民警长就把那个白纸黑字拿出来就好 当然对我来说 我认为林涛应该要去告金周刊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就是釐清真相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到时候外交部他就必须要把他的这个资料拿出来 之前其实那个这个苏嘉全也曾经告过我们啊 就外交部就拿出了资料之后就证明了我们说的是对的啊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用诉讼的方式可以还清说谁要改行程 又不然现在就是各说各话 对因为改行程是所有的前提嘛 那没有改行程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什么发脾气那些事情 我讲真心话 那一些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形容词 你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证据 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 有影片有真相 现在当然因为有影片也不见得有真相 因为AI实在是太发达了 所以呢有时候有影片都没有真相 但这件事情居然没有影片没有图 也可以画出一篇大的那个一个图 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媒体的沉沦啦 媒体的堕落 但是第二个部分啊 其实就是大麻燕的问题 好第一个就是这一个腰 这谁出钱嘛 这这一场盛宴到底谁出钱 其实看起来你会发现民进党的回应就是 他们也知道其实就是这位大麻叶者出的钱 没有人敢否认说是这位大麻叶者出的钱 关键点只是在于说 这一位大麻叶者还真的邀请了很多 当地的政治人物 我不会用正要两个字来形容 我想郑亮一样 我们都去过桥居地 我们其实呢在美国尤其是 美国桥居地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桥社 事实上在当地在政治上面来说 要有影响力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因为捐钱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桥社还是蛮团结的 所以有票 又有钱又有票 请问一下哪个政治人物不买单 每个政治人物都买单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我讲说 也是一样哦 就是五六个就是当地的 就包括了众议员 就当地选出来的众议员 可是因为他很跨几个地方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 我去加州的时候 还有两位众议员 因为他们的众议员的选区 非常的小 两位众议员出席了 那个那场餐会 然后当然就有很多 属于这个地方上的 就比如说加州的参议 加州的州参议员 不是整个加州的参议员 如果是参议员 当然就真的很大 通常来讲 能够请到参议员是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是请到众议员 或者是地方的 州的参议员 或者是州的 地方的这一些 这些民意代表的话 这不难啊 这一点都不难 这有点像是民意代表跑脱啊 你知道我今天 假设你碰到一个金主 然后呢他请了一些 外国来的一些贵宾 然后我就希望说我有面子嘛 所以你们也来捧我的场 那对他们来说 捧这个场这件事情 就跟跑摊的意思 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好所以 你说当地会有一些 政治人物出席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问题是他出席 是为了要见你们 还是为了要卖这一位 吴先生的面子 那当地的政治人物 卖吴先生面子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当地大麻是合法化的 其实在美国现在有20几州 大麻都合法化 但是对我这边先提一点 大麻合法化绝对是有问题的 他的影响其实已经都出现了 因为所有的医学研究 都证明了一件事情 吸食大麻是会上瘾的 而所有成瘾的东西 你不管他成瘾性有多么的不高 可是他的伤害都是严重的 所以大麻合法化这件事情 可能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人 觉得说有什么关系 反正呢偶尔凑一下无所谓 它所产生的成瘾性的影响 是极为严重的 你不要开这个门 你开了这个门 其实就是后患无穷 那在美国呢 这个资本社会里头 其实他们的这种 金钱游说的能量很大 所以他们可以 部分的州 那么开放了这个大麻合法化 那台湾呢 台湾要大麻合法化吗 所以关键点就是 他是不是大麻业者请客 是 那当地的人冲着是这个大麻业者 还是你们的这个面子 No 绝对不会冲着这一些 就是这一些参加 这个官选团的这一些成员 不会 否则的话 他们不会千方百计 希望蓝绿白都参加 就是希望说蓝绿白都参加 那可是我是赞成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绝对不要去赴这一个鸿门宴 我自己在跑新闻的时候 因为我最早是跑财经新闻的嘛 那时候我们在跑财政部新闻的时候 各位你知道我在跑财经新闻的时候 是台湾西津公司最严重的时刻 那个时候呢 也有就洪源啦 这个很早 大家记得这家公司的话 对不起 都有一点年纪了 这是西津公司的最老牌的一家公司 当时他就要邀请我们跑 主跑财政部的记者一起吃饭 然后那时候呢 确实有几位他们觉得 就去参加有什么关系这样 但我们就坚持拒绝 那么说你明明知道他这里面 其实有违反银行法之余 而我们跑财政部 其实财政部就是主管银行 那时候还没有金管会 财政部的金融司 就是主管银行法的 我们去吃这个饭 到时候他们一列出名单说 哦 跟记者们 然后一餐宴 然后花了多少钱 据说还有给礼物 那我这些 因为我没有参加 所以我不晓得 那你想想看 你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那我们只是记者而已 那他们是政治人物 所以政治人物 如果是有钱的人邀约 你就可以去吃那一顿饭的话 我觉得不意外 难怪你会跟炸团的金组 会站在一起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炉惠保湿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炉惠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炉惠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炉惠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炉惠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炉惠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